国内带您看有这样子高雄式的一名男子 他是专门锁定独自开车的女性驾驶 制造假车祸 骗说是撞到猫了 趁着驾驶下来看的时候呢 立刻上车抢包包 想请我们立刻连线记者陈文杰 这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上可以看到 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 骑着一辆脏车在路旁埋伏 等到有独自开车的女驾驶经过靠近 就大喊小姐你撞到猫了 要车上的女驾驶下车 还很好心的弯下腰 帮女子一起查看猫咪上市 结果其实这个猫咪是假的 前范趁着女子下车的时候 再偷偷上车偷走车上的包包和财物 来听听看被害人的说法 原来这名41岁的黄姓男子 选定高雄美术馆或银行附近 制造假车祸 专门锁定单身开车的女子 还以谦卑的口吻 尊称被害人为师姐 让人卸下心房 疏于防范的时候再下手行窃 在高雄犯下多刑窃案 现在警方查获到男子 依窃到罪嫌移送罚办 以上现场最近情形 把镜头交换给彭丽主播 好 谢谢文姐 我们看到呢 就有一名男子呢 都是骗女驾驶撞到猫了 趁机上车抢劫 不过索性 好 好